好 那這邊呢 我們就來看一個 我們先看這個好了 剛剛你在註冊我們這個Place的時候 我先調查一下 有用真的 Email的 有嗎 沒有用真的 那個千千猜猜 不是真心的那一段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地方很多網路上的服務 是不是都要怎樣 要你打沒有 甚至有時候還可以更多 那現在還不是說打沒有就算 這個網站也不會打沒有就算了 他還會要求你怎樣 是不是還會要求你 我要寄用寄給你 確認一下你是幽靈的 不然你受不到氣嗎 那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不是真心的 請你用這個 可是我喜歡寫英文 因為那個拋棋式的拋打不出來 因為老師們應該都有用過拋棋式眼鏡 性相連於拋棋式的 大家都有看過Mission and Possible 對不對 蛤 30個自動銷毀 太晚了就自動銷毀 你可以自己決定 所以其實老師可以去找一個關鍵字 叫做 蛤 叫做什麼 拋棋式性槍 你就會找到一個 所以現在只能插在你知不知道關鍵字而已 原來這種事情應該很多人做 像上面這個的話它好像可以就是比較多 我比較常用的是10分鐘的 因為我就偶爾要用一下而已嘛 我就不用太久 所以你只要信這個網址 它就會自動發明產生一個Mail 那你搜發信都在上面 但是10分鐘之後就失效 就找不到這個人 所以你看進來之後 有沒有一個Email產生啊 對不對 那 下面呢 就會有它的訊息 所以它如果有信進來 就會直接在下面 你就直接閱讀 就這樣 所以如果那個寄給你 確認性 等一下去 過代記 然後就走 拍拍地址就走 哈哈 因為你不是認真的嘛 對不對 你如果真的很認真的 你就留真正資料啊 因為你那時候那是重要的 所以它寄訊息給你 你那要收啊 不是認真的幹嘛收那麼多 而且如果老師 你網路上服務那麼多 你老師用自己的信箱 我只能恭喜你 你一定會收到比較多的色情嘛 一定的啊 對不對 你老師用真的啊 哈哈 這個是給你參考一下 你可以用這樣 那 第二個呢 我們會介紹 是一個叫PickPick 那這個部分呢 是在抓它 螢幕上的畫面 因為你在做簡報的時候 一定 要有畫面的 那麼我們在這邊呢 一樣那個軟體 有給老師了 所以您進來之後呢 找到一個叫做 PickPick 等一下 PickPick 好 那這個已經不用安裝了 所以你點開來之後 直接執行就好 好 就可以用了 大部分我們抓後面 比較少是全螢幕 所以老師應該會知道 你的快速鍵叫做 PickPick 對不對 至少 你如果知道這個 還要搭配一個叫Alter 因為 PickPickPick真的是全螢幕 是會包括什麼 下一個耐力都強 可是 如果我只要這個 軟體這個視窗 你可以按Alter Alter加PickPick 就可以 比如說我現在 好 我的動力的假設就只有這麼大 那麼 只有這麼大 你如果按PickPick 這個全螢幕 你要自己排切嗎 有沒有 我們 我發現很多人都是採工師 很厲害 OK 抓螢幕 好像那個 動作要很多 事實上不用 好 你Oter這樣PickPickPick 就可以抓起來了 那如果呢 你要了 超過這個範圍 可能就需要其他軟體來做輔助 事實上 如果我用的Windows 7u 或者是8u 內建有一個 比較好的檢減固 就是 檢減了那個 小軟體 有點類似小畫家 但是比小畫家再高檔一點點 好 但是還是不太夠 所以我會建議 可能要用其他的輔助軟體 那麼 您可以看一下 我在這邊的話 我們最常見的其實就是 我只要抓局部的畫面 那麼您可以在這邊 如果您有執行的之後呢 它會有一個這個 小小的 這個很難讓後面的人看到 小小的調色盤 這邊會有調色盤 然後 您看到的又 想像力量 好 它自然有很多功能 那我們現在 只是用它的這個 矩形區域 在這邊還有矩形區域 所以你點了之後 我就把我要的放 你把它放起來 這樣就放起來了 然後你就直接 輸入這些上面好了 那麼最重要的是 我們剪貼部本身 並不好用 然後 所有的Windows內間的剪貼部 它本身永遠都只記得最後一個 對不對 比如說我現在扣了這個 又扣了一個短暗 又扣了一個文字 請問最後記錄就是那個文字 但是呢 我們再扣一個給你看 假設我扣 是讓它有快速鍵 所以我現在直接用快速鍵 來 OK 我做的這個 前面的有沒有還在 所以隨時 有時候忘記的 還可以這樣回來 那它上面呢 一樣會有這些東西 好 就是像基本的工具 你要畫框框 對不對 那你要畫這個線條 告訴它 成一材你家 像這個線條 如果就比我們 過得裡面來得好用 這樣就可以直接用 那你複製之後呢 就是在一起 複製之後就在一起 所以我們在使用上面 相對比較方便 相對比較方便 那另外一個 有沒有用到的 剛好最近我們不是都提供好玩嗎 如果你要公布 某些資料 有敏感的 比較敏感一點 我們會不會做馬賽克 這裡面可以直接做馬賽克 你把你要的範圍把它放起來 上面就有馬賽克 有看到嗎 馬賽克 馬賽克 看你要馬幾節 這個 有程度之比 好 這邊呢 好了之後就直接按 確定就可以了 就這樣 這很單純 好 我們在用的時候 你就可以搭配這樣 那就可以拿到我們的那個 那個 Praise或你的簡報裡面還用 當然如果你要再加上去面 也可以啊 比如說你要把旁邊這個 這裡現在是白白的對不對 就搭配看那個線上的波板 然後沒那麼去掉就好了 當然這個部分 我們在Photocap裡面也可以做 這比較簡單 在Photocap裡面也可以做 好 所以你通過這個方式 應該就會比較容易 那最後呢 我再多介紹一個 這裡面 還有一個大家很需要的 是這一個 啊對齁 其實我剛剛忘記拿校編出來 拿校編指的那個位置 你可能會看得比較清楚 校編不是那個喔 我指的是這張校編 是軟的校編 在螢幕上的校編 哈哈 這個也有給各位啦 都在那個裡面啦 都在那裡面啦 好都在那裡面 但是我現在要跟各位介紹的 就是這一條 是 我們剛剛 老師在收集料的過程 或打分數的過程 你有沒有 常常見面貼面 我們剛剛做的一個一個 是單純針對的 普遍的部分對不對 可是老師會給我 請問什麼東西 你會經過簡潔簿 圖片 文字 檔案 對不對 那這些東西都會經過簡潔簿啊 可是萬一 你 剛剛有做的 我還想要再找回來的話怎麼辦 因為有些時候 我這個貼完 啊糟糕 剛剛還有地方沒貼到 或者那個字還要再用一次 你會怎麼做 想辦法回去找 可是我們家好像不用耶 我給你看一下吧 我們剛剛有call過這些東西 你看 我剛剛有call過 超音節那個網址 對不對 有call過我的那個 存子的畫面 好 六網址六文字 有沒有 有沒有 我剛剛用過的 都會在 而且不是現在在 像是開機還會在 這樣你要重複存取的時候 有沒有比較方便 因為我們在做簡報 或做資料的時候 一定是嘛 簡簡提提嘛 不只學生會 我們也會 好 但是重點就是 你要整理出你的東西 我們現在的工具 的目的 不在於說 它有多少 有沒有付費 重點在能不能改善你的流程 有付費 如果能不能改善流程 那我會選擇 但是如果 有免費的可以替代 我們可以用免費的就可以拿到 那效果也很好 好 所以 每個方法你都可以嘗試看看 那我提供我的方式 給各位做參考 那麼 你在這邊呢 你看像 如果你是圖片的 假設我剛剛這裡 我就把它複製了 好 我來這邊看一下 啊 糟糕 複製到馬賽克 好 再複製一次 好 這邊進來了 就在上面了 所以我今天要拿到哪裡去用 都OK 都OK 像這個文字 我就可以隨時再弄出來 我不用擔心說 這個網址就算我關掉的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在這裡 點兩下 知道我們 網址是不是要出來了 就過去啦 那 這個軟體呢 叫做 DITTO DITTO 這個 有分64跟32位元 那免安裝 重點是免安裝 你可以自己選擇 從這邊點進去呢 從這邊點進去呢 就有一個 64或三車 如果老師不確定你64或三車 直接用三車 反正都一樣 SP原則上就是三車會員 那 WIN7你看就是 那個 你打開之後 會有一個叫做DITTO的這個執行檔 你就直接執行就好 直接執行 唯一是你回去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 這個軟體 應該是一開機就要執行 對不對 所以才會幫你記輸所有的嘛 但你想到的再來就來不及啦 所以平常我是這樣做 你看一下 你在上面按右鍵 它會有一個選項 您唯一要做的就是這一塊 啟動的時候 這樣就好 那麼至於說 你要記輸多少個 您可以從這裡去做決定 我現在預設是三十個 所以說我按了超過三十個 那它就從前面再去掉 可是有些時候我們會遇到一個情形 我最近某幾個字或某幾張圖片常常用 那怎麼辦 這樣不要刪 所以您可以選擇 我們在這邊 假設這個 這個網址常常用 按右鍵 有一個叫做 內容快決定 永遠不刪除 這樣有看到的 那如果你射成這個時候 它的旁邊呢 會多一個心心 表示說這個是永遠不刪除 即使它掉到最下面的 它還是會在下面 等於就會站一個位置就對了 事實上它也可以做分 就是類似像資料夾 這樣子做分類 不過我講 就不要因為它那麼複雜 我們以 就是比較常用 就是在外面這樣就好 那另外一個情形是 老師如果 coping網頁上的資料 貼到握著裡面去之後 老師能不能把一些翻看嗎 現在常常我們網頁上 有一些格式對不對 貼心訊的格式 如果你沒有注意 哇 糟糕 就怎樣 下面放一個格式 都是我跟你講 而且會多很多不需要的格式出來 那麼如果你有這種困擾的話 我建議您可以來這邊 就是 在這裡 比如說我們在這邊 其實我們家首頁現在也是沒有設Yahoo 很久沒看Yahoo新聞 你 能夠跟Yahoo分開也不錯 好 你看看科技類的 好 假設你這樣直接空 請問這樣格式會不會過來 會對不對 它會有一些格式過來 所以呢 您可以像這樣子 我現在把它複製了 正常的話你貼進去應該會有帶有格式 但是呢 如果您希望貼進去的時候 不要有格式呢 可以這樣做 我用這個號號來 真的 您把它貼進去的時候 這裡可以來選擇 你看按右鍵 有沒有以純文字貼上 這樣哪一點嘛 這樣就會只有文字進去 格式不會進去 因為OBIS只給我們一次機會嘛 就是第一次貼進去 右下角會有那個要不要用純文字嘛 過了之後就白買回來 但是這邊不會 所以你隨時可以再改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 如果直接這樣有格式 那沒有就是純文字 好 這樣直接貼進去就可以 好 OK 所以我們把剛剛幾個 可能老師呢 您在做簡報的時候 比較相關會有用到的 幫您介紹一下 那麼 呃 還有一個 我是覺得應該是可以跟老師介紹 就是 老師看我這樣放大縮小 畫東西 對不對 那那個也要嘛 因為 我想老師的東西 有些時候就是沒辦法那麼大 那你要怎麼把你螢幕放大一點 然後放大鏡是一種方法 但是這樣太累 所以其實有碗底可以做 我現在用的 我比較常用的其實是這個 其實是這個 其實是這個 它的好處是你看不出來 我是怎麼弄 就是它 你可能要記點快速接通比較好用 那麼如果老師你覺得這樣 不是那麼方便 你也可以考慮用類似 像PickPick本身也有 它也有那個 就是那個 繪圖的功能 那麼或者是用下面這個 也不錯啦 這個也可以 那我把那些軟體呢 都放在 老師的這個裡面喔 我想 我介紹一個 大家比較能夠接受的 叫做 Hold to Fix 螢幕畫比 這個可能大家比較容易接受 是因為 大家現在在看財經節目也好 電視節目 有沒有 他們的都是電視型的電子白板 對不對 旁邊就這樣點一下 然後就要畫東西嘛 你也可以啊 真的真的 管理是上什麼課對不對 因為沒有差 只要是螢幕就可以畫 那 這個不要亂裝 所以呢 你點進去之後呢 點兩下 就可以執行了 當然會有一個小小的 開始在這邊喔 開始在這邊 所以呢 您 跑到您要的畫面上 好 我在這邊按開始 它的工具鏈 喔 太放心了 工具鏈就把出來了 對不對 好 比如說我們現在麻煩同學 你看一下這邊喔 好 這樣就在那裡吧 對不對 好 不要看美女 那當然也可以打字啦 那些都OK啦 好怕直線啊 它的好處就在以後 它是很直覺化啦 它把工具就是擺在外面的 好 那您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這個白底 一樣的顏色 有發現兩個不一樣 對不對 這個差別在哪裡 一個叫螢光底 我現在講說用過那個 跑部分都知道 螢光底 好 你聽說畫過去的話 會怎樣 看透的 欸這裡會看透的 好 那右手邊這個就是 磁心的 好磁心的 那事實上它也能做方向 有沒有都一樣 對不對 所以其實 如果您要把畫面照下來 它是要對人家是拍照的那種感覺 所以 拍完的你想要 這個 可以打中文 那 放大縮小 甚至你就直接把畫面存下來 都可以 欸 那如果確定用完就要離開 它就乖乖的 它在右上來這樣 所以 這個就不用記什麼快速鍵 那就很簡單用 好 所以我們把 幾個 這樣子的一個小人體 跟大家介紹之後 應該大家就會 可能 老師以後再做就會想像比較容易一些 好